今天继续百战关 红四方面军攻下天鲁米亚地区 已经取得了竞技传续评演的有力态势 红四决策一鼓作气向东攻到明江泄暗 这可以获得更大补充 和四传军阀已无路可退 他们聚集80个团 加上在紧急集结中的全员部队20多万人 潮汐往来 双方博弈的重点正是百战关 为什么都没有等到百战关呢 从天鲁米亚至成都 主要公路状况如下 从百战关可以有多种选择 只从成都 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一条 穷乃大道 这条线上最重要的就是百战关 因为这里是天鲁米亚山区 是川西平岩的过渡地带 过了这里就无险磕首了 当然 红军仅仅夺起百战关是不够的 在百战关的北面 东北面 以及南面 还有一些丘陵山地 这些都必须控制在我们所中 才能够形成可攻可守的有力态思 百战阵当时应该是有这一部分 称之为百战场 百战场的西面 南面有两个高地 可以俯瞰整个百战场 玉溪河贴行而过 这里有一座桥 过了桥往东 这里应该是有一道小山梁的 这道山梁叫做挖断山 因为当时修路的时候 把这道山梁挖断了一截 也是就叫做挖断山了 等于说挖断山是百战关的 潜出阵地 地理方面大概就说到这 当然也就是说 红室即便战时突击不到 银江西岸 只要百战关及其周边的一些 小山地握在手中 则可进可退 可以随时找机会攻打成都 如船金握住百战关 及其周边山地 那么才有可能 以此为前进基地 源源征兵 驱逐红军 好 接下来 看一下双方的固阵情况 敌我态势方面 先纠正一个错误点 上一集我说红军攻克的明山 经过比对几份资料 明山并没有被攻克 特此纠正 我军方面 九军二十七师在百战关北面 靠近重来大义的山区 对阵邓西侯部 二十七师已经有小部队 在重来县城周边活动了 东中队全部继三十军 三十一军九十三师 九军二十五师 一进敌进传系平原 四军十师围困明山 五军一部围困亚安 三十二军 约红柳军团 及四军一部 在迎进方向 牵制南面 五军应该是在大炮山 继续牵制敌五十三师 三十三军 及红四方面军的一部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动 敌军方面 五十三师被牵制 刘文辉常败后太多暧昧 也不敢轻动 明山雅安被围 补给全靠飞机空投 那么重点就是 百战一带的 敌军不防了 情况大致如下 明山至百战关 及其以北的夹门关一带 为李嘉玉部 本来李嘉玉部 是要去防守大渡河以南的 但他被川军前线总指挥 潘文华拦住了 潘文华说 后面就是你的家乡浦江 你难道也想到 红军端了你的老家吗 李嘉玉一听 决定听潘文华的 就地防守保卫家乡 杨国珍教导师二旅 联合迷藏原用的部队 检守县城 教导师一旅 大概在这个方向 收拢集结 郭勋奇的魔幻师三个旅 也在百战关后面的黑族关 贺林产等地进行集结 本来有像是要他们 到后方去领队的 郭勋奇的仁义商量 觉得那还不如在前线 搏一把 带队立功 于是也占据了防守位 公务北侧 还有传军的部队 潘文华的指挥部 在大唐镇 而因为情势危急 刘湘也亲自跑道 重来作证了 这些都是我能够查到的 传军部队防号 还有一些 查不到的传军部队 防号及位置 皆不详 这里需要说一下 当时传军的心理状态 可以说是人心惶惶 听众米亚前线惨败 许多外兵都往后退 而这一代许多防守部队 可以说是 匆忙进行防守的 像李嘉玉 是被临时拦下来的 模范是处于 重新守种阶段 从上到下 可以说都是处于 随时会崩溃的状态 流向很急 因为如果红军一鼓作气 重破这一段 那就危险了 其在流向的心中 还有一个巨大的担忧 情迫显示 红军已经开始 是威胁大义重来 而红军一向用兵难撤 如果红军不走 摆上重来大刀 而是直接出伤员阵 向成都或重来 那可就 所以他很忙 忙着调兵潜将 他命令礼貌问贯地区的 放哨真部 除留下一个独立铝外 区一三个铝 火速朝重来方向 开进真园 这样一方面可以解除 他当心的红军 骑袭危机 又可以迅速充实前线 与摇摇欲坠的防线 说一下放哨真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 叫《傻儿是令》 说的就是这个 放哨真的故事 放哨真 又被人称为 放哈尔 哈尔就是傻儿这个意思 但他打仗的力却很不错 在日后的看算中 放哨真率部 干掉日军一个中将师团长 并且紧接着在第二天 又差点干掉日军一个 少将旅团长 好 说回来 继续留乡的布置 绵羊的孙整部 三台的唐氏尊部 也正紧急朝成都开进 然后是削月的部队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 已经有两个师到位了 除此之外 百战关南边的红雅 钢林反向 也有大批川军在集结中 我军在这一线的部队 总兵林应该是 2万多一点 3万不到 而川军及蒋军 总兵力大概是 20多万 2万如何通过20万呢 理论上这个时候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敌人20万部队 并没有全部到达并展开 而且这一线敌军的状态 我刚才也说了 是处于随时可能崩溃的状态 如果我军坚决冲一波 那通过去那就是通过去了 是真的有可能达到 淋湘西岸的 反过来说呢 如果没机会的话 红氏肯定也不会打这一张 而船军方面 就看这些 货被临时拿来的 又刚被打败的船军 能不能够挡住红军这一波攻势呢 如果挡住了 等到了远远无断的神力军 局势就可以逆转了 两边都箭在形上开打 先说一下 因为百战关资料比较零散 不成体系 是搞不清楚很多部队的 具体位置和行进路线的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 大家辩证的看一下 大体的过程就好了 如果我军直接沿攻入 近击百战关 就可能受到来自 北面旅家一部队的撤击 所以要分路同时进攻 火军决定缤纷上路 中路以九军二十五师 突击百战关方向 上路以三十军八十八四为主力 攻占夹门关 解除北面的威胁 下路三十一军九十三四 迂回直冲普通江 该回来说就是 中央突破两翼迂回 11月13日上路率先行动 三十军攻击部队从上国里正出发 分几路对敌军发起的进攻 以下预部本来是临时被安排在这里扣走的 在我军的冲击下很快溃败 火军顺利夺起夹门关 中路九军二十五师 则分两路突击百战关 一路向东 一路由北下南包潮 火军在天亮之前抢上了关斗山 占领了百战场的制高点 七侠三的一军反击 一方生斗 七侠三制高点也握于我军手中 四周制高点全部丢失 百战场已经成为我军南宫之物 下路三十一军九十三十更顺利 一路推到距离普疆痕迹的大新场 九军二十五师越高百战场 继续前进 在他们的前面有两个方向需要进攻 第一个是廖场 黑树关 百战关等 中间地带 这里 即胡大林 鹤林场 玉儿山等区域 这里是有一系列 第二的小三 过讯息的模范是第二旅 守在这里 这块地方挺重要的 如果我就能够占据这里的话 那么比如说 料场的敌军想要反击 观音场或者百战方向 他们就不得不顾及这一区域的我军 黑树关方向的敌军 沿着公路反击百战 也要顾及此处 第二个需要进攻的方向 就是沿着公路向黑树关方向进攻 在百战和黑树之间的公路沿线 敌军修住了两百多个堡垒作为依托 从百战败退的里帅一部队 现在正是龟缩在堡垒之内 九军二十五师有三个团 一个团加一个银进攻 赫离整方向 其一部队沿着公路向黑树关推进 经过苦战 我军最终顺利夺取绿鹅山 胡大林等小伤感 敌军后退与我军对峙 沿公路进攻的我军 并没有直接朝碉堡进攻 而是绕到了碉堡的后方 躲在加坡内的李嘉宇部队顿时大乱 放弃碉堡溃淘 我军进逼黑树关 刚好模范师三女前来反击 两军展开激战 三女伤完500多人勉强守住的黑树关 第二天 红军集结部队再度进攻 模范三女被打的连连后退 只推到自然场 随时可能崩溃 要知道过了自然场 后面就是潘文法人指挥部了 我军节节胜利 三国堂所说的到成都之大名 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可这就是我军攻击的顶点了 形势一变大好 但拱手之势即将扭转 因为 第一 红字奋文军自10月8日 开始随从丹茂战以来 到现在11月15日 已经整整连续作战一个半月了 一直从大小军团达到了这里 跨越如此长的距离 并且途中几乎都是高昌升舰的险峻地形 我军广大纸战员 怎么可能不疲劳呢 加上 我军是属于流动作战 弹药来源主要靠缴获 中间许多战役虽然漂亮 但很多是击溃战 我军的弹药消耗严重 火力是逐渐减弱的 这种情况下 能够推到自然场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第二 我军刚到泰古米亚地区 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 之前后勤工作是很不足够的 没有群众大力支持 就占疲惫 但要没有稳定的攻击 火力逐渐减弱 进行从3D逐渐走为平原 且压榨一线的我军部队 只有2万多人 对阵敌军20多万 这种情况下 我军的攻势又还能够持续多久呢 而敌军方面 随着战线的后移 其后续部队增援的距离 是大大缩短的 物质调配也越来越方便 只要等到神力军到达 何可能成为压倒胜利天平的 最后一根道场 眼看智商场的敌军形象崩溃 敌人的胜利军到了 前线兵派如山岛 溃兵原则公路乱轰的往后车 这个时候 潘文华跳出来了 作为留乡的心腹 他知道如果不制止溃兵的话 很可能演成更大的溃败 他带领特务营 狼在马路上 用枪命令士兵们返回前线 现场极度混乱 溃兵行李等堵塞在马路 声援而来的范绍针第十律 根本无法通行 潘文华现场指挥 让溃兵们让开道路 十律得以及时持缘自然场 本来自然者的模范是三律 马上要崩溃了 但十律的及时到达 使得两军陷入的对峙 与此同时 北面的川军 几次反攻 峭门关方向 赖我军引用作战 财保峭门关不失 就这样 川军回了一口气 我军也感受到压力被针 不得不做出部署 全军收缩自白杖一带 打算以坚守的方式消灭敌人 下路的九十三师火速回撤 上路也向中路靠拢 很快 范绍针的第十一旅也赶到了 敌军中路开始反击 范绍针的打法 布阵是这样的 十旅在前作为攻击一线 十一旅在后 战军二线防守阵地 十旅具体布阵是 二十九团各一个营 作为左右两翼 中间放独立营 二十九团一个营 加排击炮连以及斯特克连 火力和兵力集中于中间 在他们的后面则是二十八团 及重机枪连 这是一个车轮战的态神 二十九团先上 那不行的话 那就二十八团作为兜底 如果整个第十旅都不行 那么就退到第十一旅的背后 因为十一旅已经占据了防守队 而反过来 如果十旅取胜 那么十一旅则向前超越 作为下一次交战的攻击部队 十旅则歇息作为防守队 如此交替向前滚动 前面说过了 火军其实已经是九张疲惫之师了 一番击战 火军伤亡很大 被迫撤退 一路退到接近白战阵的挖断山 火军得到增援 两边就在挖断山进行了仿佛的拉锯 差不多同时 北面则军也开始反击了 初期的进攻地就达到了四到五个鱼 火军坚守在几道小山梁上 这里打得也很惨烈 火军许多将领纷纷回忆 发现这一回则军不一样了 川军整营整联的集团冲锋 火军架起十几艇机枪扫射 川军死很遍野 可很快 下一批的川军踩着同伴的尸体 又集体冲过来了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擅长一处击溃的川军 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如此质变呢 川军的改变背后是有激励措施的 刘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他发布了最严厉的规定 凡林郑退缩 为敌不前作战不利者 一律军前阵法 各级官兵常有为力者 排上以下由连掌枪决 连掌由营掌枪决 营掌由团掌枪决 以此类推而在前线 这一政策的直接表现就是 督战队后退则死 第二分派专员到各个部队监督作战 也就是监军 第三 钱 刘湘网各个部队派出的军需队 给大家提前发11月份的工资 同时对于努力作战 不顾牺牲者 有巨资奖励 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川军士兵 一旦上的前线 那么就只能往前冲了 因为后退就要被督战队干掉 而当港使队冲一把 有巨额奖金 那即便死了 也有优惠的抚恤金 可以说没有别的选择 川军整营整联 集团通风 死战不退 我军不得不已知反复血战 惨烈的消耗战开始 还有一大堆我军不利的因素 那就是敌人的空中优势 飞机 对于空中压制 在山区是可以交好的躲避跟隐藏的 可是在这里 地势平坦 无这无然 我军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的空袭火力之下 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九军二十七式方向 情况也一样的严峻 敌人增援不断到来 形成了优势比例 不断往前推 我军则步步后退 百战方向 经过击战 挖断山阵地失守 我军退路百战阵 在桥东头建立了主机阵地 第二天 翻烧灯第十旅 坚守挖断山 由第十一旅开始进攻 百战阵 十一旅是神力军 武器弹药都很重 他们又摆着轮战的阵型 其中的重机枪的第三次一团 载一线 排击炮连在后 山山二团一个营 作为右侧掩护 山山二团剩余部队及独立营 奥运一位队 在飞机火力的纠正下 朝我军东桥头阵地 爬起来封 我军阵地顿死一片火海 击战一上午 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但东桥头阵地仍在我军手中 三十一团团长叫谢骏 他一看没有进展 又寄出了金钱工事 他把一罗宽一罗宽的大洋 抬到正前 当场招募赶死队 价格是二十块大洋一位 对于穷困的川军士兵来说 这可是一批巨大的财富 当场踊跃报名 就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名 赶死队员 川军攻势再度展开 先是排击炮和重机枪 击中压制 最后钢尸队带头冲锋 左军将士从废墟中战起 与川军在桥上进行了漏搏战 正交走的时候 川军的飞机又来了 这一次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 川军终于突破桥头 涌入白战场 在白战场内 机枪轰鸣 从队长横飞 两军搅在一起 北面的红军曾试图撤击 但并没有成功 川军的飞机对白战场的西侧 进行了密集的第一空扫射 我军弹药供应不上去 伤员也无法运下来 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 我军背后撤出白战场 川军一路猛追 打算把我军一级冲垮 关键时刻 四军第十师师长陈希莲 带领一支神力军到来 以陈希莲部队为先导 我军进行了反击 川军力主卫稳 在我军冲击下 呈现溃腿的趋势 士兵们纷纷往东逃跑 当他们跑到桥头的时候 看见了杀气腾腾的独战队 同时 像是一团船长 谢骏扛着大刀堵在桥上 船军士兵没有办法 再度回身战斗 但还是扛不住 他们又一次逃跑到桥头了 这一次 大家不害怕谢骏的大招了 愿愿要逃跑 谢骏一看 干脆横身一躺 躺在了桥头 大喊 与阵地共存亡 后退着杀无色 这就好比说 你正准备下班 但转头一看 发现你老板躺在公司大门口 那这个班你还下得了吗 船军人员而来 两军又一番激战之后 分别占据了白战场的东西两侧 隔日拂晓 船军在白战阵上放起大火 熊熊烈焰 几乎将激政 风味焦土 火军将士及居民救火的时候 又遭到船军的无差别掃射 在别的战场 情况也差不多 一线的红军 直战员都已经筋疲力竭了 但更多的船军 正员部队正远远往西而来 这仗不能够再这样打下去了 11月下旬 火军全线后撤 此一仗 红四方面军 必伤敌一万五千余人 自身也伤亡一万余人 至此 火军从进攻 转入了防御 也标志着张国昌的南下计划 正式破产 对于施力 把帝国双方都有总结 首先是徐向前的总结 他总结的基地 第一 对船军死保传续平衡的决心 估计不足 也就是轻敌了 而我们自己口子张得太大 目标要定得太高 准备不足 第二 没有集中兵力 导致两万多对二十多万 且没有群众的大力支持 第三 百战一带 地形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 火军平地主战 经验不足 大致是在积淀 更详细的论述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徐帅的总结 然后是 许世勇 陈希莲等高级将领的总结 大家几乎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 那就是战略层面的错误 是无法用战畜层面的东西来弥补的 船军这边则着重强劲了一点 船军总结说 这一次红军的打法变了 之前红军作战都是神猪鬼末 飘忽不定 但这一次红军 却变成了一个清晰明确的靶子 这就使得 船军的数量优势 火力优势 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比如说 之前飞机轰炸 效果并不佳 但是这一次 因为目标明确 且无遮挡路 轰炸效果异常的好 好 大概说这么多 但两军的战 还没有打完 红四败局已现 薛月跳出来 红四方面军已经无法东出 那么剩余的选择有两个 第一个是想方设法保住以天权如山为核心的地区 第二个是南下 这两个企图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薛月的判断是没有 在东面 是百战官之后 船军很快发起了反击 在广阔的战线上 战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南线 薛月已经集中起了六个式的部队 气势修冲的压来 薛月确信自己百分之百将获得胜利 他说自古以来成功者都要得到天使地利人和 先说天使 如今已经是11月下旬 严冬将至 红军天航无依 岂能长久 然后是地利 红军说出的山区地几名穷 作战无良 以何为绩呢 最后是人和 根据情报 毛主张北上 张主张南下 显然是分裂的征兆 红军分散兵力 久张疲惫 同心协力的条件已经不存在 薛月说 红军防线长达300预定 区区一个方面军 数万之重 怎么可能恶手 且已到了强弱之木 我军上去当然 习开得胜 果不其然 薛月部队步步紧逼 我军一推再推 其中包括被许事有 称为生压吃路的 狭口一让 可以看到 霞口这里 是从迎镜打开 天旋楼上通路的 关键爱口 许事有回忆说 自己坚持要在这里 放五个团 那是陈昌浩说 薛月是稳扎稳打 堡垒政策 不会一下子把主力 用上来的 我们摆一个团就好了 许事有在上争论 但陈昌浩坚持极限 于是视觉 第十二十 第十二十五团 则一个团被放到了这里 结果薛月一下子 就突破了九个团 三十五团寡步迪动 几乎全军覆没 东面南面 不见到的消耗战 一点一点的磨刺 胡子发明军 最后的耐力 但是还不是最致命的 因为天有之后云 保兴天泉如山一带 本来是属于温热地区 往年即使是冬天 也比较暖和 但这一年 却下起了十几年不遇的暴雪 徐向前回忆说 曼山皆白 地洞三尺 这里不产棉花 沟冬所需要的布匹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广大的红四发明军 上市大部分还穿着单衣 大家上上个中宴 做成所有意涵 除了寒冷食物短缺更加致命 德成大大等人所说的粮食问题 果然越来越尖锐 这里生产了后遗憾杂处 本来粮食就不多 现在几万部队在这里 根本没有粮食不同 野菜草根能吃的都吃光了 无数的战士倒下了 我们近乎所说的八万变四万 其实绝大多数是非战斗检人 红四广大的直战员已经获资 北上的红军在直罗镇取得了大胜 已经在上北 上我们的脚跟 这鲜明的对比 情况越来越严重 红四不得不转移了 再待在这里的话 只有全军覆没 1936年2月 红四分别军开始转移 部队北上 再度翻越甲进山 这还没完 又翻越了更为险峻的党领雪山 不用说有许多战士永远留在了雪山之上 四月 红四分别军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甘孜 道夫一代 在这里有一些图示其实是很富有的 火军的后勤压力 战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红四将在这里修身养息 等待红二六军团得到来 最后一起背上 这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呢 建议严重的失败 张国焘的话语权越来越低 而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红一与红四再度沟通的契机也已经打开 因为红一方面军已经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 共产国际派出代表 专门来协调解决红一与红四的问题 当时的局势是 共产国际站在红一方面军这边 并且高度赞扬长征是伟大的胜利 但红四虽然损失严重 却仍然是我军最强大的一股力量 于是红一与红四在此时 可以说是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 采取了责任的措施 那就是红四成立西南局 暂时归共产国际小组直接领导 和红一取横的关系 那怎么理解呢 打个比方 共产国际是大领导 红一是区域小领导 红四是员工 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 于是安排他暂时归大领导 直接统侠 和红一这个小领导 暂时没有了纵向的领导关系 等于说给张国焘面子和台阶了 同时张国焘迫以北上的呼声 也不得不同意北上 北上的方针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是平衡的结果 当时贺总率领了红二六军团 已经长征到了明朗 中央决定让红四方面军接引他们 共同北上 所以红四在钢支等地停了下来 因为这一决策 新的博弈 产生 前面说过 现在红一与红四处于微妙的平衡 就像一架天平 任何一个微小的力量 都将影响这架天平的稳定 而红二六军团 正是第三股力量 这第三股力量的态度 将影响最后的走势 所以红二六军团成为了张国焘 急需拉拢的对象 一旦红二六军团站在他这一边 平衡就打破了 因为当时红二六军团的联系密码本 是掌握在张国焘手中的 三百的红一方面军 是无法直接联系红二六军团的 如果张国焘在接到红二六军团后 帅先抹黑 那么后面的事情就难说了 那么红二六军团 最终会选择在哪一边呢 最终会选择在哪一边呢 可以晓得吗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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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